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龙玉的母亲妈女士告诉彭海新闻 www.thepaper.cn 彭海新闻1日下午从杭州市拱树区公安危局获悉 该局7月30日接到求助电话后 陪同家属通过监控等寻找女孩下落 发现她傍晚在一家便利店过夜 第二天早上离开 但还没有找到女孩 王龙玉是双包台中的妹妹 开学年初二 7月30日午饭后 马女士与女儿们各自午睡 醒来发现小女儿不见了 只看到她留在作业本上的一句话 世界很大 我想去看看 我带了钱 你们不用担心 马女士告诉澎湃新闻 小女儿活泼外向 暑假作业已经做完 事发前和家人没有发生矛盾 检查发现 女儿只带了900元现金 没有手机 身份证 家人马上去车站找 了解到一名摩迪斯基在过我女儿 说想坐大把去杭州 马女士说 家人当晚就赶到杭州 不把要交零求助 杭州警方调取监控发现 7月30日17时 王龙玉在汽车本站公交站上 和649路公交车 21时左右出现在一个购物中心 向盖行况 当时穿白上衣 蓝色牛仔背包裤 把色球鞋 被黑色戴笑脸图案的双肩背包 手提局黄色手提袋 从监控看到 女儿当天在便利店里过夜 不是露宿街头 我稍微抱心一点 马女士说 他们在杭州没有亲戚 女儿也不玩网游 可能是上学期学中国地理 时看到杭州的介绍 觉得这个城市很好 想来看看 The end也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 端子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